中国女星黄鹿先前飞往西安时 在国泰航空的机场柜台 遇见了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 让她感到很生气 虽然她不小心拉下了钱包 直到登机时才发现 由于钱包里有重要的证件以及银行卡等 但一天只有夜趟航班飞往西安 因此当下她决定先放弃钱包 并向机上的空服员寻求帮助 不料对方态度冷漠也没有提供失误招领单 甚至还互相用英语抱怨 后来西安的海关告知 可以请国泰的工作人员将钱包送过来 但直到她要前往深圳了还是没有消息 联络机场失误招领处也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她的朋友只能亲自到机场领回钱包 并特意飞到深圳交给她 这一连串事件让她忍不住发文吐槽 也引来不少网友为她打包不拼